哈喽大家好,我是真小妹 哈喽大家好,我是貓哥,巴傻 好久沒有看到貓哥了,起碼有兩年 微博有人說我們倆吵架了 我說沒有,關係挺好的,就是我沒拍片而已 有人說巴傻消失 我也確實消失了,太忙了,沒辦法 然後我們今天就特意來到深圳,然後就找了巴傻拍這個 為什麼你會消失在鏡頭面前 其實這樣呢,因為我其實挺多人問過為什麼不更新的 首先因為我本身沒有在做自媒體 其實我一直把我的號,包括我現在的微博或者B站 我一直把它當成朋友圈在發 只是以前我發的朋友圈,那關注度比較大 所以就像是我在做自媒體一樣 這很反樂賽 也不是反樂賽,就是因為我以前是真的有一些話想說 我那個時候沒到30歲嘛,就男生可能還比較閒 憤怒的青年人,到處處憤憤不平 然後就很多東西想表達,我其實不是不更新 就是沒什麼想拍的 我沒有說我放棄自媒體,而是我一直都沒有在做 所以最近沒有什麼新的想分享,都沒有拍 主要還是它不是你的主業 對,可以這樣理解吧 現在做的這個劇本上,好像也做了好多年了 跟你們一起拍影片的時候,其實我已經有在做一點 那個時候已經有開店,也有寫一點劇本 但那個時候沒有把它當成一個比較認真的主業 影片不你們搬走了嘛 然後那個時候我剛好就有個機遇 就找到我現在這個公司 他們就聯繫我,覺得我劇本挺好的 然後就希望找來發 然後發了以後其實收入蠻好的 自己也挺開心,就借著做 然後一做就在現在 可以透露一下收入多少 我第一個劇本寫了 從寫到發行 應該差不多一個月前後 我的工作量大概是八天左右 我拿到手二十萬左右 我把你放進去 六位收入的那樣 六位收入的那樣 我 有點驚訝,因為我認識的巴薩 他不是一個很文科的人 你知道嗎 其實我文筆不好 基本上沒有辦法想象到 他是靠筆來賺錢的 其實我有寫 所以我一直覺得他是靠嘴巴來賺錢 那就不得不提我的秘密武器語音輸入法 我寫劇本啊 人物對話寫的特別好 說說我們這個行業的一個利潤模式吧 首先我們劇本它有不同的售賣方式 以我第一個劇本為例 叫握底模擬訓練 這個劇本賣了一千本 就全中國一千家店買了 每個本是五百六左右 它賣本就是買你的版權是吧 對,但是我們會發一個也有實體的 就好像你買個DVD回家 我會給你一個DVD 我們也沒有數字版 因為玩家還是要通過文字 所以他需要一些本 銷售額等於五十六萬 對吧 我們另一刷成本也無所謂說了 一個劇本大概在一百塊上下 那就等於說扣掉了十萬成本 那還有四十六萬 然後這四十六萬 就我跟發行區分 我還要分一部分給監製 因為我現在主要做監製以前的作者 有一部分給監製以後 我到手就不到二十 但上下這個數 十到二十之間吧 我也沒仔細算 因為它每個月還會有進帳 我第一批拿到的錢是十幾萬 然後後面它的率數每個月 都會有一些錢給我這樣 那我想知道 如果譬如我們是小白 我們也沒有什麼資源的話 這種東西要去哪裡申請嗎 是跟著一個劇本紗的公司 譬如你的公司 然後去學做嗎 我坦白說 我覺得因為我在這行業 兩三年了 我覺得還成獎天分 你寫的第一個本 基本它好 你就可以繼續寫 劇本紗行業主要有兩個體系 一個是劇本紗的創作 一個是店面 其實很多的都是兩家 比如說我們 我們最高的所有二十多家店 也有發行 同步做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感興趣 你只要加入其中一個 你認識 這個圈子很小 你認識以後你說 你就過來工作 然後說我有個本 給我們看一看 真的好的我們也會發 其實大概是這麼個流程 也很隨意 也沒有什麼要求 就是你應聘就是 那如果我們香港的觀眾有興趣 可不可以應聘你的公司 可以 他可以投稿 可能他是中文大學畢業這樣 他甚至可以投稿 但是劇本紗必須要 他自己玩過很久 接觸了很多電影編劇 或者是小說家 他們轉劇本紗都非常不成功 因為他們是兩個概念 就好像你是寫八卦周漢的 然後你現在突然要寫傳記 就是他完全是不同的領域 東西 就是他只是說都是文字載體 但是他的核心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來聊一下實體店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模式 是不是就是 現在很多香港觀眾都很喜歡來 深圳玩啊 吃啊 要不就是逛商場 要不就是搭骨 我覺得實在是太無聊了 我今天過來就是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貓哥他這個 首先我們要知道 去本紗它到底是什麼定位的東西 去本紗在內地取代的是卡拉OK 跟壯球 很簡單 它就是香港派對 room Exactly 一模一樣 因為 只不過卓遊是 變成一區粉紗 其實都是跟桌遊沒有區別 實際上 你想我現在在內地也好 我現在六個年輕人 我周末 要去哪裡玩 尤其在內地可能大家上班壓力會比較大 你去外面旅遊有點難 周中你到底去幹嘛 你要嘛去酒吧 要嘛看電影 你要嘛就打劇本紗 要嘛去打迷思陶多 對 就很簡單 你去看你不需要六個人去看 你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這個社交性很弱 對對對 然後去酒吧呢 就不一定喝酒 酒吧跟劇本紗其實定位是同疊的 我們玩劇本紗的客人 跟玩去酒吧 跟之前很流行那個飛盤 同一批人 他們是過來社交的 就是聯誼嗎 就是 我不一定要六個都認識 對 甚至很多人就是衝著認識新朋友來玩的 好的 所以我們的劇本裡面 以前的推理成分很高 都是推理 但是因為這樣的硬核玩家其實很少 所以很多女生其實 或者有些男生他就不喜歡玩這個東西 所以後來慢慢劇本上會變成情感本 或者機制本 就是真的是那種交朋友 對 就是例如說給你舉個例子 現在你是一個正常上班的人士 公司的同事你都認識 且沒有興趣 好 你大學畢業以後 舊同學也不怎麼聯繫 你週末你能幹什麼 現在劇本殺 六個小時 你付大概兩百塊錢 六個男男女女 不認識的 劇本殺的群體還蠻好看的那些人 年輕人嘛 好的 關在一個房間裡面 常行你們社交六個小時 你怕尷尬對不對 我寫好劇本 告訴你們要說什麼 六個小時真的有點誇張 好不好 很誇張 這六個小時你就聊 我覺得 你就怕六個小時沒事情做的吧 六個小時超級忙 你第一幕發現我他是你弟弟 第二幕發現我他是你初戀情人 第三幕發現他是你青梅竹馬 玩起來了 跟修賣誰死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只想談戀愛 你覺得你們店能夠把一個 色孔的人撩開口嗎 我們店其實蠻多色孔 你色孔其實無所謂的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有想說的話 只是沒有人願意聽 色孔的原因不是說他真的色孔 而是因為平常他說話 沒有人聽他說話 他很受挫的 而且他的生活很無聊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劇本殺 他會有個故事讓你去分享 別人會安靜的 我跟聽你說話 有被安慰到 而且他們會逼你說話 但是你不知道想說什麼是不是 你有內容可以講 加一眼 你就說我覺得我很投入這個角色 你可以衍生 就說他明明只是說你去了酒吧 你說我夜店小王子 你可以加 你可以撿 可能我們現在只是玩手遊 交友可能會用交友APP 有很多東西都已經是很老式的 一個聯繫的方法了 但是我覺得人與人交流 還是有人喜歡有線下交流 你要喜歡線上 其實現在很多方法 但線下交流其實現在越來越少 現在都沒有人去蹭K了吧 不要騷擾 我得已經中央人 過來把他拳 你給他拳K 我扭你沒拳過 所以現在年輕人他需要社交 劇本殺其實是提供個場所 給你社交而已 對於香港朋友來說 首先他有幾個方式 第一自己的朋友一群人過來玩 也有可能我們跟你拼一些內地的朋友 就可能我們是兩個閨蜜 然後一起來深圳 吃飯吃完飯沒事做 那就去玩劇本殺 對啊我們其實也我們蠻多香港客人的 其實香港也會有 但是香港會比較貴一點 然後環境會再差一點 然後有些人週末他就想離開香港 那時候我就去內地 中間我打個劇本殺 我下午兩點打 打到晚上八點 我再吃個火鍋回家 其實挺舒服的 劇本殺跟普通的娛樂消遣 它有個最大的特點是 你要用腦 現在有些本事不太清楚 不用用腦 我覺得是有意義的事 對你可以就是現在的劇本 你可以選不同的劇本 有些劇本就是你哭就完了 就你進去看劇本 哎呦你爸死了 你媽死了 你妹妹為了你死了 就你無腦都可以這樣 然後但是你想挑戰難度 他有什麼的推理本 就是很難的按鍵 我感覺是來到這個地方 會成為一個角色 對 跟我們平時生活就可能 就上班下班差很多 所以很多人這幾個小時 能忘記這是誰 他達到了喝醉酒的效果 同時不用酥醉的頭痛 看新聞好像說有些人會玩到哭 然後玩到自己很不開心 很多都會哭 就投入那個角色 然後抽不出來 我們劇本殺 有那麼誇張嗎其實 有 我女朋友之前打過一個本 我們自己寫了 哭了三天 我安慰她 我寫的假的 假的 我說小四妹是假的 我的小四妹 她又開始哭了 哭了三天 我一提她都哭 真的走不出來 有些本她真的文字夠 就好像你看到 不是很動人的電影一樣 而且你參與集中 就是電影裡面就死了個人 這個在劇本殺 你可能你的母親去世了 或者你的愛人為了你去世 那這個情感 如果你代入其實會更少 但如果你不想 你想快快樂樂 她也有歡樂本 最近嘻嘻哈哈 好我們用一分鐘來教大家 怎麼玩這個劇本殺 你去玩劇本殺其實非常簡單 你找些口碑比較好的店 然後你跟她說我是新手 報名 你就跟她說我是新手 然後就可以了 主持人會帶你做任何的東西 那就太好了 你不需要學任何東西 他們我們每一局開劇本殺都會問 請問在場有沒有 沒有玩過劇本殺的朋友 每一局開場都是標準流程 如果有她會告訴你 其實很簡單就是 按照本上的東西來做的 你到了一個劇本殺店以後 你跟主持人約好本了 來到以後 主持人會根據這個本 是不是需要來換衣服 如果需要就進房間 好 然後主持人會介紹一下背景 然後給你們發人物本 接下來要做的時候 帶入角色要看你的本 要看本 然後本裡面會有安排你要做什麼 他會寫得很清楚 如果他沒寫 主持人會告訴你 他會不會有不同的ending 會啊 基本劇本殺都會有完全不同的解決 其實主要是你的選擇 會不會有點像那種 演員培訓班 我只能說 其實很多人覺得 劇本上我要不要懂怎麼玩 其實不需要 那有可能會有 每個人有任務是吧 嗯 就譬如我要找到 你的妹妹 假設 在場有你的妹妹 有可能是 有可能她不在場上 然後你就要找 那你就跟玩家不要叫 你認識我妹嗎 對對對 就一直問一直問 對就一直問 然後她說你妹妹 我3C人 你認不認識3C女生 你認識3C女生 你認識3C女生 OK 你去我們一起囉 好如果大家想玩的話呢就可以 來我們店 我們店有兩 怎麼找 我們有兩家店 當中展平常收到 你收有一家店叫 玉米酥 劇盆沙 製片廠 南山店 另外一家呢叫 桌腰探案館 港家店 就直接去就可以 還是要預約 你可以直接來 但是我建議你加個微信問一下 因為約本它要幫你湊人 你只有一個人我都可以幫你湊 然後現在茂哥說 通常星期一 就平日比較難是吧 平日基本客人少 但是我們會幫你們拼 就甚至我們會上 我們會找人來陪你玩 對 不會有格外收費 就例如說你3個朋友 一個本要8個人 我們會幫你找5個人 嗯 知道的劇本最少最少都要5個小時 但你要是搞快也可以 我說3個小時後結束 那組成 5個小時 我打過最久的本 打了18個小時 我的 那個本純純坐牢 那個本叫時間牢籠 謎底寫在謎面上 做了12個小時 然後6個小時 不知道在幹嘛 我好奇 那你照香港人這種 要效率 要節奏快的程式 5個小時 你覺得真的能吸引到他們嗎 其實5個小時 香港也有很多劇本殺店 就他們的時常也不會壓縮 但一般會控制在6個小時內 其實我們店也會控制在6個小時內 因為我們也想翻台 所以我們不會故意拖長 跟我想像中的劇本 好像長度有點出路 嗯 以前最流行的那種 是網上一個小的故事 然後一個小時結束 對呀 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這種的劇本 給理你知道嗎 坦白說這樣的劇本 我們怎麼收費呢 對 這很商業的東西 因為我們說實話 這是很商業的東西 它做到拉長市場 然後上演繹 然後收費提高 而且例如說你看這個房子 它的租金也未便宜 對 那你說的東西 因為我們主要不靠這個掙錢 我們主要靠發行掙錢 所以我們價格其實便宜一些 好的 那就結束了 喜歡記得點贊 關注 分享 然後如果有什麼想 下次再採訪帽哥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感情有破裂嗎 那肯定沒有 我們沒有感情 我坐在微信上 在微博上留言 然後有人問 怎麼不跟曾小妹拍片 有一次在評論 他們好像吵架了 我回 沒有啊 吵架那個不信你 是你牛騎人 拜拜 然後我剛剛問了這個帽哥 他說 如果是曾小妹推薦的話 你包括的名字可以打個什麼則 九則吧 九則 我跟他們說一個 我們現在來開箱 劇本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啊 哇真的是 像回到了 以前高中的時候耶 就真的像小說一樣 就是真的純文字的劇本 有點像當演員 然後就說這裡會有你的任務 幫助你的徒弟 選擇四個行道 不同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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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劇本的道具其實蠻神的 教教大家怎麼過來這間店啊 就是港下地鐵站A出口 然後呢就是對面啊 海鷹大廈 哇 二十三樓啊 坐腰看暗館 哇 這間店好有特色喔 然後這裡有那個 帽哥劇本 這裡啊還有其他桌遊喔 如果大家過來的話 也不怕就是 除了劇本殺之外的 不能 然後我們這間房 叫歐式房 歐式房相對來說 還有一些可能 歐美少許背景的劇本 我這個裝修挺漂亮 喂 走了啊 這間房呢叫文國房 文國房 文國房 文國房會有部房的 哇 所以 射孔真的完全玩不到這個遊戲 但他們上台的 很多都是NPC不是玩家 哦 OK 下一間房下一間房 現代房 嗯 像香港的樓上 樓上花 有一個恐怖的走廊 開了一個燈 蛤 但是走廊不因為我們裝東西 很害怕啊 你說恐怖 有沒有人彈出來的 沒有 你是不是想怎樣啊 喂 好害怕啊 為什麼這些燈光 這段劇本就是在這裡做一個恐怖的修正 就是他們會進來 那可能有人在那裡嚇到鬼屋 真的假 會有假的手 但現在我這個整頓 真的很少開恐怖劇本 哦 道具間 這裡專門放道具 像我們鎖一下 現在劇本身已經發現到 很誇張了 有穿衣服的 有COSPAY 跟那種婚紗店可以比 一對 例如古風的劇本我們會推薦換衣服 大約這樣 有沒有一種進入的TVB 內場的感覺 一對 那需要有化妝師化妝什麼的嗎 那就是封建有人 封建有人自己來嗎 哇有夜景 哇有景極漂亮的哦 哇可以耶 自己寫的 我們自己寫的最出名的冰林平 應該是歷史上買得最好的劇本 哦 冰林平平 是不是比較戰國的 民國 抗日 好 有帽哥寫的這兩本 臥底 摩尼訓練 還有什麼 波羅山殺人事件 哦 古瓦仔 這個是我 9年10月寫的 可以寫的 你懂的 國外古瓦仔 這些全部都 建國風雲是因為你長的香港建國嗎 謝謝 這個霸王坦是講唱戲的 就是講康也是背景一般 一個戲院的故事 好的 這裡是我的辦公室 有床 有吉他 你看這個證書我都沒看過 你知道嗎 B站 那個牌子 有個單 有個單 哇 這個燈也很美 哦 這個燈也很美 哦 這個燈也很美 好